夸盆种草莓 长成这个样子是不是特别窝心 今天教大家如何让草莓迅速的长出大白根大白叶大白果 哈喽大家好我是佛山二花匠 很多朋友最近留言问我草莓该怎么种呢 他买了几百块钱的草莓 买回来养几天又传均覆没了 草莓是不是很难种的一个植物呢 不是的 当然我家的这批草莓不断的实验的情况下 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前段时间我是特别的窝心 因为天天看着这么瘦不垃圾的草莓 也没什么心情 尤其是把它放在我家我住的地方 那个阳台上面就更加的窝心 因为天天路过这里看着它心烦了 所以我得弄点事情让它迅速的强壮起来 我们都知道植物根状苗才快强了 那它根是不是状呢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这是一盆拿梨炭土种的草莓 老实跟你说哈 梨炭土种草莓有一个好处 它就是特别容易存活 但是也有一个很明显的坏处 就是梨炭土里面呢 基本上不怎么含有营养的 所以这样子种出来的草莓呢 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树不拉鸡的 所以呢 我们拿梨炭土也好 拿椰康也好 种植草莓 一定要学会如何给它施肥 这个很关键 我稍微弄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草莓呢 用的是梨炭土加那个松树皮 种植的 底下是松树皮 这里是梨炭土 您看其实它根系呢 是比较发达了 可以说下面这个松树皮 这里呢 都是那个草莓的根系 但是它这个根系呢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很瘦 是不是啊 没有看到一些很强做的根系 这些根呢 你看 都是很弱的一个根 其实草莓根呢 属于比较发达一种植物 大家在种植的时候呢 记住一定要学会 怎样 让这个草莓呢 根墙 根墙呢 草莓才会壮 这样子呢 才会长出大草莓 来到楼顶 看看最近 已经帮它调整过来的草莓 有没有从叶子上 看出明显的区别 我是很明显看到的 第一 它叶片变得更大了 梗也变得更粗了 长出来的韧叶呢 也更加的鲜艳了 第二 黄叶明显减少了 在一个瓜盆里面之后 两颗草莓 只有两片的黄叶子 像是刚才那里 我是只看到几片叶子 什么其他都没有了 你看这草莓是不是很强壮 我们再把它倒出来 看看它的根系是如何的 稍微捏一下这个花盆 这样比较好倒 你看 这根系呢 就可以了 白白壮壮的一大堆 而且呢 你看这个小白根 是不是特别胖 这就是最近 新长出来的根系了 这根草莓呢 放在楼顶呢 也就几天的时间 到现在应该 还没超过一个星期 但是呢 已经恢复到 非常强壮的阶段了 我相信呢 它很快就开始挂果了 那怎样才能 让这个草莓迅速的长出 超级大把根 让这个草莓迅速的 恢复过来 其实方法很简单 我之前的视频呢 也跟大家聊过 用浸盆法一次性的 帮它补充所有的营养 秋冬季节呢 大家记住 一定要准备 一个这样的容器 这个容器呢 可不是拿来造其他的 这个就很明显 就是拿来给草莓 浸盆使用的 然后浸盆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往那个水里面 加点这种营养液 当然没有呢 你也可以用点花多多二号 实在不行呢 这种复合肥呢 也是可以的 把它加到水溶液里面 然后呢 把草莓丢进去 一次性浸泡 浸泡的时间不能 低于半个小时 三十分钟 浸泡完之后呢 我们记住 三天不用给它浇水 当然呢 我们操作的时候 有几个需要注意的 第一 刚买回来的苗子 千万不要放在太阳底下晒 把它放在通风阴凉 不能强能啊 通风阴凉的位置 然后呢 可以的话 可以套个缩脑袋 因为刚买回来的草莓苗子 根系是没有任何的吸收能力 而植物的叶片是不断的产生 呼吸作用 光合作用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隔断它的呼吸 让这个水分 还有营养的消耗降低 套上一个保鲜膜 最好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养活的草莓苗 比如泡完那个浸盆法泡完的草莓 大家记住 一定要让它有足够的那个阳光 草莓很多朋友以为就是放在阳台上就能养好的 错了 草莓每天起码有三个小时以上的光照 它才会长得好 记住了吗 如果离家的光照不足呢 千不要指望草莓会挂出很漂亮的果子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草莓呢 它在温度上面爽着很苛刻 如果您家的温度三十多度 二十八度以上 那么估计你的草莓长不好 草莓我种植那么多年 我觉得它最佳的生活温度 尤其应该是今天这样子 十八度附近 草莓可以偏冷一点 但是不能太热 太热的草莓长不好 最后就是准备一些刚才 昨天视频告诉大家的这个玉米面 然后呢 尤其是草莓在挂果期的时候 很容易产生各种小窝流啊 小钻螺啊 准备玉米面可以非常有效的 把这个小窝流小钻螺给干掉 如果你像我这样 拿泥炭土无土种植草莓的话 您一定要记住 每三天左右呢 可以把它草莓进盆一次 这样子特别省事 把几盆草莓 因为一加轮的话 一个泡沫箱 基本上上轮放六盆 然后把它泡在那里 你可以发现 泡半个小时之后 草莓特别的好养 今年呢 我是第二年 拿无土栽培种植草莓 比如 泥炭土啊 椰康啊 珍珠盐啊 种这种纯粹的材料 去种植 往年我种草莓 比较多的 可以往里面加入 那个圆土 然后呢 草莓是特别简单 就能养好 但是那个虫子太多 今年拿泥炭土种植呢 我就发现 大家一定要学会 用浸盆草 帮它定时的补充营养 每三天补充一次营养 你会发现 你的草莓特别的好养 当然如果花盆里面有虫子的话 你可以往肥料里面 加一点点那个杀虫剂 或者是大蒜水 这样的话 您的花盆里面 不仅那个没有虫子 而且营养也特别的足 最重要是 没有了那么的烂果 裂果 植物也长得特别的棒 这种方法 值得大家去 盆栽种植草莓的时候去使用 如果你不懂 怎么无土栽培草莓的话 可以留言给我 我到时候 或者加我微信 啊 这样子大家好好的聊 我是佛山二花匠 感谢大家 拜拜